9月19号朝鲜和韩国发表了平壤共同宣言 提出实现和平共同繁荣的这么一个具体方案 当时韩国青马台总统府国民沟通首席秘书 尹永燦在记者会上表示 说朝鲜有意要拆除宁边河设施 由此朝鲜无核化进入了一个实践阶段 并且为朝韩两国互不侵犯提供制度保障 说这一点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了 底下也有很多评论 说只要你们兄弟和睦 美国老子只能干着急 希望韩国能够驱逐美国驻军 半岛实现跟真正的和平 什么和平相处啊 共同繁荣啊 朝韩友谊长存啊 等等等等这些评论 作为旁观者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和平是真的 但是呢 我还是奉劝大家 不要高兴的太早 为什么呢 因为类似这种事情 其实之前发生过很多次了 这已经是第五次朝韩首脑会谈 今年就进行了三次 金正恩今年是第三次会见这个文在寅了 每一次这个朝韩关系缓和 真实原因绝对不是什么兄弟和睦 其实背后真实的原因就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朝鲜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咱看这个第一次朝韩首脑见面 那是这个2000年 韩国总统金大忠历史性的访问了平壤 跟金正恩见面 检阅三军仪仗队 把握手拥抱就差亲嘴了 发表了北南共同宣言 之后呢 悉尼奥运会上 两国运动员携手入场 当时可以讲 在全世界面前 大大的这个秀了一场恩爱 金大忠由此还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你说朝韩问题 有没有在这之后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解决呢 显然是没有 双方其实是共同演戏 各自演给自己的这个观众看 是各有各的目的的 咱们先看这个就是北朝鲜这一边 咱们如果要是觉得说 这个北韩这个金氏家族是疯子 是神经病 那你就是突样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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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无论是金日成金正日还是金正恩 他们都是绝对的理性独裁者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他不是什么朝鲜的发展 更不是朝鲜半岛的统一 而是维系自身的统治 要让自己的统治 所谓的白头山革命血统 子子孙孙延续下去 而且这金家三代呀 非常清楚明白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那就是怎么着 对内我得独裁 对外我得左右逢源 不会被你这些什么舆论啊 虚荣啊这些东西这个冲昏头脑 作为朝鲜世袭的绝对君主 金家祖孙三代其实是现状的最大收益者 除非与死网破否则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冲动去改变现状 为了什么什么目的去发动战争去破坏这种脆弱的稳定 这不可能 包括朝韩 一会儿不好了 一会儿好了 要发展核武了 一会儿弃核了 都是他们维持现状的工具 只有你理解了这一点 你才能明白他们所有行为的原因 朝核第一次危机是1994年吗 当时朝鲜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美国上任不久的这总统克林顿 准备写海湾战争之余威 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 5027作战计划 美国随时是做好了对朝动武的准备 所以它是有作战计划的 叫5027作战计划 当时都已经准备好了 能够动手了 朝鲜呢 大家都知道两个最大的靠山 苏联解体了 中国当时是既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干预 所以这个时候朝鲜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所以金日成就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就是讹诈韩国 说他扬言一旦战争爆发 汉城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当时还叫汉城啊 不叫首尔 这一招绝对是神来之彼 韩国已经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太平盛世 韩国人就吓怂了 韩国人虽然是号称全世界都是他们的 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拥有 汉城离这个军事停战线 离这个边界就40公里 朝鲜的远程火炮都能打过来 当时克林顿总统打电话给韩国总统金永三 说这个美国要轰炸朝鲜宁边核设施 并且派了一艘航母 七艘巡洋舰和驱逐舰 驶往朝鲜东海岸 没想到说这个金永三坚决反对 说这样的攻击绝不应该发生 因为如果美国真的攻打朝鲜的话 将会引发全面战争 从而使汉城变成火的海洋 造成数千万韩国人死亡 造成韩国的经济彻底斑淡 所以金永三告诉克林顿 说如果美国打朝鲜 我不会派韩国65万军队中的任何议员参战 大家可以想象 以当时美国的碾亚性优势 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朝鲜的抵抗能力 就朝鲜那个米格战斗机 那特55坦克在美军眼里 跟大刀长矛没有任何区别 朝鲜军队的装备水平跟美国比起来 比义和团跟八国联军差距都大 甚至美国在当时的背景之下 也不惧怕俄罗斯和中国的干预 但是如果没有韩国的支持 这个账没法打 既没有道义的理由 也没有打仗需要的基地 所以最终迫使克林顿取消轰炸宁边核设施的命令 实际上这是韩国被朝鲜玩弄于鼓掌之间 帮助当时内外交困的朝鲜 度过了一截 应了一句话 说这个最了解你的人啊 不会是你的爱人 而是你的敌人 这么一闹 坚定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因为没有底气的讹诈 总有失效的时候 当然为了发展出核武器 遮遮掩掩是必须的 97年以后 美国的卫星陆陆续续拍到朝鲜的核设施 危机再一次爆发 这次金正日没有向韩国挥舞大腕 而是挥舞着了胡萝卜 于是就有了刚才说的2000年的一出戏 甚至把韩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给骗了 认为朝鲜问题真的要和平解决了 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 韩国也就更不可能为了 本来可以和平拿到的东西流血 美国也就更没有办法对朝鲜动手 直到2005年 朝鲜私宪所有的伪装 高调宣布拥有核武器 这时候大家就都拿它没辙了 韩国怎么说 它就没有像以色列似的那种冲劲 以色列就是 你看伊拉克要造核武器 光炸了 叙利亚要造核武器 光炸了 我绝不允许你用核武器威胁到我 韩国就没有这种勇气 太贪图经济发展带来的这种好处 带来这种安逸 否则的话你应该是在它没有核武器的时候 在它刚要发展核武器的时候把它解决掉 但是你现在不能这么做了 它已经拥有核武器了 谁都拿它没办法了 你也就只能默认 年年进贡 碎碎来潮 韩国人就也是一种求稳 想过太平日子这么一种生活的 你说韩国人就是想统一朝鲜半岛吗 那东西德的教训谁都看得见 西德吞了东德之后 到现在经济发展都受前东德地区的连累 前东德地区今天应该是德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包括首都柏林 那个首都柏林 月收入才1000多欧元 南德地方三四千欧元 你想想 所以韩国人也看那眼里 你别折腾了 给你点钱 你别闹了 那将来统一 以后再说吧 真统一了之后 朝鲜半岛就是核国家了 这个核武器成了朝鲜民族共同的财产 所以他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这个朝鲜 他搞这种所谓左右逢源 把这个各大国玩弄于鼓掌之上 说白了 这也是一种小国的智慧 不光今天的朝鲜是这样 历史上朝鲜半岛就这么干 朝鲜半岛一直是在中原大国的卵翼下 生存的 中原大国如果是统一强盛 那他好说 他就这个称臣纳共 当孝敬儿子就活着吧 中原大国如果出现了分裂 他就很作辣了 你比如说 北宋的时候 朝鲜跟这个北宋并不接壤 他接壤的是辽国 一开始他是以这个中原传统文化自居 跟宋朝关系好 就引起了辽国的愤怒 所以辽国军队几次入侵朝鲜 朝鲜也修长城 修长城就是党辽国军队的 根本挡不住 说最厉害的一次辽圣宗御驾亲征 率八十万大军 争高利 当然八十万是个虚数 反正打了他是这个失魂落魄 没办法了 对辽国称臣 但是就跟宋朝勾勾搭搭的 用辽国的年号 每次跟宋朝有这个文书往来的时候 朝鲜的这个中书舍人们 就要认真的去检查 凡是写这个辽国年号的都要涂掉 那么用天干地支纪念 到了宋神宗的时候 王安世变法的时候 前使这个跟朝鲜沟通 说朝鲜是其子之国 朝鲜的这个高利文宗啊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看到宋朝的使节 开读皇帝的圣旨 痛哭失声 但是不影响他继续跟辽国称臣 然后跟宋朝那边也得利 他历史上就是在两大国之间 游走周旋 到了这个高利王朝的末年 当时高利王朝是元朝的蜀国 这个历史上中原王朝 彻底把他征服的就是元朝 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争东行省 以朝鲜国王为征东行省丞相 然后把公主嫁给他 朝鲜国王就高利国王 都是这个元朝皇帝的父母爷 结果到了这个元朝灭亡之后 元顺帝北走墨北 这个高利在元明之间 还是这么干 首属两端 到后来呢 因为他毕竟这个好多 这个高利国王有蒙古血统了 甚至有蒙古名字 他彻底倒向了蒙古贡源 倒向了北原势力 换上了北原的衣冠 然后准备进攻明朝的辽东地区 他也是觉得明朝对辽东地区 鞭长莫及要进攻 这么一来 朝鲜国内的有识之士 意识到以朝鲜颤弱的国力 跟大明交战 自寻死路 所以高利大将李承棍 废掉朝鲜国王自立 这就建立了最后一个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一开始是臣服于大明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万历抗蒙元朝 中国对朝鲜有再造之恩 大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 但是面对清军两次入境 他也归顺了这个清朝 乾隆以后 那更是对清朝服服帖帖的 可是随着时间到了近代 随着清王朝国力的衰退 对日本势力的增强 朝鲜又在中日之间摇摆 所以中国历史上为了朝鲜 是不止一次的 跟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兵营相见 这大家就知道 这两次抗涡元朝 明朝一次 清朝一次 然后一次抗美元朝 所以朝鲜是要在各大国之间 这个周旋游走 玩的特别溜 但是说句实在话 站在朝鲜的立场上看 它是大国夹缝中的小国 它不这么干 它就死翘翘了 咱们可以举一个反例 有没有不这么干的国家 那就波兰 波兰就是这样 非常明显 波兰历史上很强大的 很牛的 急剩都是99万平方公里 那比今天除了俄罗斯之外的 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大 打败过德意志骑士团 打败过这个俄罗斯 中国的网友送给他一个外号 叫平独阵路大波波 平独 独就是德国 原来就翻译成独国 路就是俄罗斯 路西亚 平独阵路大波波 那么牛逼 但是近代以来国力衰弱 几次被俄罗斯 普鲁士 奥地利瓜分 三次瓜分 亡国 亡国一百多年之后 一战之后才复国 复国之后 结果他就是苏联和德国 他都恨 因为历史上都是你们瓜分过我 所以我对你们两国我都恨 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呢 我距离柏林 绝不能比距离莫斯科近 哪怕一厘米 奉行这么一个外交政策 跟德国俄罗斯 他全闹掰了 指望着遥远的英法 那结果就知道 二战刚一爆发 一个月 苏德两国就瓜分了波兰 波兰再次亡国 所以我们从历史啊 看到现在 朝鲜的这个外交智慧 其实是挺强的 挺高超的 因此今天金家王朝的这种所作所为 咱们应该去理解 就是他这么干是为了什么 透过这些眼花缭乱的动作 实战 实和动作 看出他的本质来 他这么做的目的 对于巩固他的统治 可以讲是必须的